平川说亮镜天天不要没收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世纪大战 四个满级的英雄 你见过吗 本来今天打算早点睡 没什么好素材 但是躺在床上看着直播 突然看见 摸摸的这场世纪对决 直接让平川从床上奔了起来 这个视频必须得做 好我们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身点 为了地图选择的是天阿葵岛 出身在地图 左上角是蓝色的兽族 ID Soy 来自于韩国的第三大兽族 Soy这个人 感觉他的比赛是 愈强之强 愈弱之弱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出身在地图的右下角 红色的暗夜精灵 ID M1 那么川气的暗夜选手 第五种族 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 双方的话在特斗杯中相遇 英雄选择 莫莫的话首发的是老鹿 KOG 从开局来看双方中规中选 兽族选择剑圣 暗夜精灵 选择的是KOG 这也是两个种族 长期的一个战术 但是打到后面感觉就不一样了 好 开局的话 莫直接是练一下门口的3322 然后看一下Soying怎么练呢 Soying的话稍微放在这 应该也是要练 练完之后带着药膏 要么过来骚扰 要么继续练 那这张地图的话 某某的矿不是特别的好开 看看也没有机会去偷偷避阿 是吧 骚扰一下对方 好 我们看一下开局 KOG打了一个加四 攻击之转 剑圣这边打了一个隐身斗篷 隐身斗篷好没有卖 卖的是TP啊 药膏一贴 那接下来练另外一个411 我这里练完第一个小点 看一下接下来啊 这里小海龟练完 直接到二 二级之后 看看要不和对方碰一碰 小苦工过来确认一下啊 懂了 你在隔壁这个店 是吧 好 知道了 我这里的话 小海龟 看看能打一个什么好的装备啊 如果能打一个什么质力 就该多好 哎 这说啥来啥 nice 智力加三 剑圣这里打了一个优越之剑 和贵族投环的二分之一 是吧 优越之剑 好 那双方的话 是不是正式相遇了啊 都到了二级 剑圣过来 哎 买个投环 1.36版本 变成投环大战 那有一些观众就奇怪了 呃 我看1.36版本 投环也没怎么加强啊 是吧 嗯 这个社会啊 有一个现象就走 是吧 有时候 你没有变化 但别人退步了 那你就成为珍贵的 你就进步了 哎 投环就像这样啊 1.36版本 说啊 很多装备都走了削弱啊 但是投环并没有削弱 但是呢 投环的掉落概率可能低了啊 基本上掉落概率非常低 只能去地金商店买 所以呢 地金商店成为必抢的一个装备啊 好 我们看一下 双方在中间打了一波 健身的状态有点好 KO戒这一波 等跑吗 哦 又一丝血 14滴血 木屋缠了出来 健身还没有放弃 贴了一个加速 木屋的话不交TP吧 不交TP可能就没 二级KOG阵亡会有点伤 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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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插一丢丢插一丢丢丢 能不能砍到 能不能砍到 这还是被他砍掉了啊 那健身一砍 KOG倒下 木屋表示 腿了呀 我就是为了跑 是吧 为了秀一波 没想到还是被对方给追上了 好 木屋直接当机率端 买出来 嗯 买出来 搜影 把对方英雄干跑之后 自己继续练 木屋的话 必须先回家喝点减水 家里四口月亮点 随便喝 随便喝 使劲造 好 健身 只还你加三 这边小精灵 探出头过来一看 你果然在这里练啊 那KOG现在 好 补蓝补血补好了 那接下来去干啥呢 哦 这个点还没练完 念念不忘 还是有点回想的啊 可以的 把这个整了啊 看看能不能整个蓝牌 五级蓝炮子 健身 继续3322 攻速手套了啊 健身这套装备 嗯 不是特别完美 是吧 这要是能够个敏捷加三 后面去搞几个魁蜴啊 就好了 啊 KOG单传过来抓对方 哎 要的就是抓你的大击 好 刚好你大哥不在是吧 缠绕一下 那接下来也没有女烈手补上 啊 健身又杀了个回马枪 完了 这个健身 三级健身啊 虽然装备不咋地 但是等级在这里 KOG表示要尊重一下吧 KOG眼里都是大击 缠绕一下 走 那健身过来反补一下 兄弟要不要帮你反补一下 好的 啊 反补掉 不给你经验值 那KOG继续跑 剑胜三级 KOG两级 哎 这个等级差一丢丢 感觉就搞不过 赶紧撤 二本 魔王的话 魔王的话选择是DH 这边选择的是小Y 双方英雄 几乎同一时间啊 走出祭坛 好的 前面大哥之间的战斗 告辞断落啊 那接下来是二英雄 加入战场 四人混战 是吧 好 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魔王的一个打法啊 一般KOG首发的话 都是出女烈手 但是魔王这几年 要出吹风了啊 吹风流 讲究的就是这个节奏要快 不能让瘦子 把什么 陈防啊 水泥塔就升起来 因为吹风的话 攻城能力有点差啊 好 我们看一下剑胜三级了 这一级剑胜最好的装备 竟然是贵族投魂 哎 接下来应该搞个魁靴呀 DH抽一下 这里打了一个水晶球 刚才整了一个闪地护斧 好的 练完赶紧跑吧 小歪这里没有生一个 嘿 小歪没有去生一个 变啊 没有生妖术 生的是石棒 你还别说啊 蛇棒打吹风还是很强的 好 一刀 两刀 啊 这里 本来呢 苏银默认对方的话 是出什么女烈手 所以生蛇棒好歹 结果对方 嘿 生的是吹风 那行 蛇棒后面 只要等级高起来 蛇棒还是很厉害啊 好 温温的话现在继续发育 这个是变种的一个吹风流了 是吧 标准的话是DH 然后什么Tinker 什么二发一个兽王 三发一个Tinker 现在暗夜镜的战术也是多变 那这里练完之后 我们可以考虑开个矿 苏银呢 还在练744 这里能不能打个大阙 大蓝 自杀 大蓝 nice 小Y二级了啊 到三级之后就可以打架 三级之后 二级蛇棒 无论是打你的女烈手 还是打你的风德 这个蛇棒都很强 摸摸这一波的话 两个英雄等级慢慢起来了 但是状态有点差 吹风 还有三分之二的时间 马上升好了啊 升好之后 就可以跟兽组拉一波 那这里搜一 也是知道对方的话是吹风了啊 赶紧水泥塔造起来 打吹风流 讲究的就是水泥塔造起来 对方的话 工程能力有点差 你只要以塔为掩护 对方想帮你拿下 难度有点大 好 这里又开始练744 刚才是大蓝 这里是不是来个大雪 吼叫 也还行 摸摸的话 诶 只能练一个四级海龟啊 七级和四级被对方给拿下 目前人口44 34 摸摸的话 暂时落后十人口 这里这个大蓝赶练嘛 这要是被人捅屁股了 会很伤 不过现在摸摸觉得 我吹风好了 是吧 你敢过来 我就把你给吹起来 看谁厉害 这里 又开始练744了 哇 四个744 这边已经拿了三个了啊 感觉最后一个 好像也要被这个兽子给拿下 那摸摸的话 这里打了一个耐久光环 七级黑炮子掉的装备啊 总是不会让人失望啊 好 这里一个治疗神符 DH单独吃经验值 先蹭到三级再说 后面打团战啊 DH的作用还是蛮大的 好 梦的分框 刚放下没多久 哎 剑圣 真差过来了 这里 搜印的 真差还是走得很到位 狼藉的数量 也是出具功目规模 好 DH 直接是单传回来 哎 处理一下你这个剑圣 这里撒一下粉 哎 假装看无键吗 这 假装看无键吗 剑圣就在旁边 好 剑圣还在输出 两个人都在装啊 这边是等着自己大部队过来 这边也是等 好 那这一波的话 吹风已经升好了 哎 钓鱼 看能不能钓成功 哎 这一波这个框好像被拆 哇 还是被退退了 没办法 没办法 这里交个TP 这里互换一下 接下来 兽足的话 和我的城防塔好了啊 那这一局 搜印这个框 开的还是比较的巧妙啊 梦的花继续开框 哎 我这里再开一下 梦的花 最喜欢打大地图啊 是吧 乱框流和经典名作啊 好 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梦要选的进攻了 但是对方有这个城防塔 不一定好冲 好 我们不在这里冲 我们在这边冲 好冲一点 来了啊 这里蛇棒 提前插好 二级的蛇棒 打你的风格还是很厉害 狼奇找机会 切一下对方的一个风格 DH一个人在前面扛 身上的话有一个群补 但是并没有回城 保存的话是在KOG身上 问题不大 只要你狼奇不能无限网 我还是有机会啊 可以把我的英雄保存回去 剑身直接交无敌了 这里梦梦的话还是打英雄 暂时没有去拆对方基地 所以对着对方的一个蛇棒来进攻 压力还是蛮大的 小Y的位置有点差 DH一定输出小Y小Y小Y 直接被秒了 小Y被秒这个框会不会被打掉呢 接下来DH的状态也不好 好直接保存回去 这一波小Y阵亡 DH回家喝井水 好的 喝井水一来单传过来 我又是一条好汉啊 再次过来 首先先把蛇棒给打掉 这里兽足没有蛇棒 能不能守住这一波 有两根塔 再加上一个地洞 呵 这个防守确实很到位 吹风流的弱点啊 最明显的弱点就是 没有攻城能力啊 只要受阻水泥塔一升号 现在1.36版本 二本就可以升水泥塔 不像以前最早的版本 哎呀 三本才能升 好 梦梦的话一看 对方这个塔有点多 自己的话也是有一个框 不必强冲 冲来冲气 万一把自己冲没了就不好了 选择继续练 这里再一次把一个 黑胖子给练完 好 打了一个烈焰披风 那苏尹呢 继续收割自己的棋子次 四个棋子全部被苏尹给拿下 但是莫同样也是拿下了 在旁边的两个大点 好 莫的话开了一个框 这个框暂时 钱还差一丢丢 钱够了啊 继续开 人口双方的话 一直都在压50人口以内 50 大战50 是吧 这里苏尹要过来了 有TP吗 哎 苏尹身上没有带TP 那剑身过来买个TP 过来一看 呵 这里的框 哇 木这一波能不能防住 这两个框都被拆 有点腿好 我这一波的话 非常非常的快 叫TP 不能再让你对方 把自己的基地给围起来了 来 吹起来 留一个 赶紧跑赶紧跑 兽子也是懂的啊 跟吹风硬钢 不是正面的一个 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给你跑家 被你抓了 我就跑 反正我自己框多开一点 水泥塔造一造 你这边暗夜精灵吹风 想拆难度有点大 好 木这个框 勉强还是开了出来 第二个分框 继续开 兽子接下来 也想去开个框了 瘦子过来一看 哎呀 又来迟了啊 又被莫把这个点给收割了 那打到现在 将近13分钟 剑身这个装备 确实是有点抠脚啊 这 你敏捷加三都没有 哎 难受 这里打了一个啥 强机光环 nice 双四的等级 那边是四三 目前的话 莫英雄等级稍微领先一丢丢 好 所以再一次过来 光顾一下这个点位 哈 不愧是你莫呀 开了一次就拆 你肯定会开第二次第三次 好 直接来 基地没造好 TP不了 那只能取消 小精灵自爆 不给你经验值啊 那接下来的话 莫继续练 也许现在 也许现在有限界 练得是真的快 好 KOG 不知不觉到五级了 这里松影 也许练对练一个奇迹海归 哎 小精灵确认一下 要为报一下 小歪 马上也要到四 我总体来说 还是莫这里经验值蹭的多一点 好 莫也杀到对方家里去了 直接强冲 哎 对方家里的话 哦 还有狼旗 再加上一些萨 没有水泥塔 虽然有水泥地洞 还是有点硬啊 好 这一波的话 也没有三发听客 如果三发听客的话 有小地精 磨箭着还是磨的比较快 这里直接陷阱一开 烫一下你的小苦工 这里对拆呢 你还顺便有狼旗 强 我还是选择交个地费 哎 松影 直接贴个夹子 跑嘞跑嘞 省了一个TP啊 有点赚 好 那接下来 我省个TP 再过来拆你一个矿 哎 这一波猫猫不会被拆吧 这要是被拆的 羽亏到姥姥家了啊 好 这里又交一个TP 好 单船 把对方吓了一跳 松影一看 哦 对方再交TP 那也是舍得投入赶紧跑 结果呢 是个单船 猫猫的话 粗忠用戏 洗衣用戳 哎 这里KOG的位置有点差啊 那真的要交TP了 好 原地交个TP 这个TP还是要交 猫猫的话 这几波被对方牵制的 有点难受 好 上来直接交无敌 万一健身急风波上来 砍你一下就没了 第二级往前冲 健身还想找机会砍KOG 哎哎哎哎 哟 还是被他给砍了 哇 四级健身 手起道路 直接升到五级 那五级KOG倒下 好 这里健身的话 要不要继续 找DH的麻烦 好 要杀DH了吗 不过风格很多 会吹起来 输出不太好打 这一波猫猫猫英雄阵亡 还得迈活一下 KOG的话 五级 这边DH 也快五级了 好 这里一个矿 又要被拆吧 东德 吹吹吹吹吹吹吹 把这个狼藉全吹起来 这个基地好像又要被拆 哇 这一波猫猫的矿被缩 拆的有点难受啊 好 继续强拆 这里小精灵 再修修修 哎 好像能修住 东德 把狼藉全部吹起来 狼藉拆架能力很强 我全部吹 健身 健身 哎呦 小歪 一搜血吃个大雪 健身 继续把你的小精灵给出一掉 工作的难够不够 这里猫猫竟然修住了 哇 只能说 风德 真的是强啊 把你拆建筑 很强的单位 全给你吹起来 你没办法吧 好 猫猫这里 保住了保住了啊 我们看一下资源 猫猫的话还在压50人口 1400块 收银的话早早就破了50人口啊 将近70人口 双矿 打三矿 猫猫的话三矿 对方的话是两矿 好 跑着跑着 哎 怎么瘦组拆了半天 猫猫的矿还是更多啊 不愧是喜欢乱矿流的猫啊 开矿却是开的矿 这一波瘦组得找机会 给自己再整个矿啊 狼藉数量很多 跑价很强 剑圣现在啊 这个装备啊 真的是剑圣之尺啊 五级剑圣 这个装备啊 确实有点扣脚 这里双方又要正面撸了吗 不得不说 吹风是真的强啊 刚才50打瘦子 70人口 是吧 压力不大 那这一波的话 猫猫也开始报人口了 60 对方是68 这里狼藉要过来拆 能不能拆掉 那等一下防狼藉的话 还是多造点BR吧 把战争果树造满 是吧 给自己的基地拖时间 狼藉数量非常的多啊 又开始过来拆了 这里DH过来 能不能搞一下对方 这里KO几的话 复活成功 好 已经开始 莫已经开始转精灵龙了 龙神 上来 先把对方二级舍棒给处理一下 幸好没有三级啊 后面有三级舍棒 这个输出就不得了了 这里莫要去提前过来防守 那收盈还是比较尊重莫呢 没有进来冲 只要是把自己单位全冲了就难受 好 两个来找个开过的地形 现在 松一觉得我自己人口很高 直接强冲 我们看一下这一步啊 其实越打到后面 风德的作用没有那么大 50人口风德是最强的 越打到后面就没有那么强了 这个时候呢 如果能转在山里啊 或是奇梅拉就比较好 我们看一下这一波 哇 对方这一波火力有点凶 哦 这个部队能不能扛得住 对方狼藉直接后排 切你的风德 这边KOG 赶紧交无敌 这无敌不交剑胜手举刀了 又要把你给带走了 好 从这个分光打到那个分光 这个分光又要被打了 莫的话人口掉的有点快 对方的人口掉的也很快 也且保存回家 井水一喝 我又来了 这里莫依靠战争古术来防守 哇 nice 切实 防你这个狼藉的话 还是靠战争古术 寻好了自然祝福 战争古术跑得贼快 两个门神 真的是当肉盾啊 往前冲 好 凑足 贴了个加速 哎 要过来反 反拆这个基地 追波墨 看看能不能防住 小精灵赶紧修修修修修 哇 这里索隐突然转变攻击的一个目标 差影的分光 好 这里想吹 吹一下 哎 索隐还是觉得 狼藉状态有点差 赶紧交地币 追波墨 防得非常的不错 现在木尔又开始开矿了 所以呢 也要开始开矿 那木尔马上是四矿 打对方的三矿 哇 甚至是五矿 这一集 木尔的话 各种乱矿啊 打着打着 木尔的矿是越打越多 越打越多 所以这里的话 嗯 这个矿开的还是比较的谨慎啊 先造成光塔 然后再放基定 这一集 可惜没有升三本啊 要是升三本的话 你开矿的速度 可能不比木尔慢 是吧 迷你基地一买一人 一买一人 那剑山也空点五点巡武吧 防命道具还是要有一点的 打完这一波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英雄等级 暗夜精灵 木尔这边是双五的等级 兽足的话是五四 马上也要双五了啊 QG打了后期感觉有点颓啊 它的作用没那么大 你放大招对方有狼奇 是吧 不太好放 这个时候 如果能三发一个白虎 那就nice了 哎 木尔这里造个BP 不让影头开矿 另外一边 这里也不让木尔开矿 双方又开始回归到互相拆分矿了 木尔这里接续开 这木尔留下几个矿啊 我的天哪 一二三四五六六个矿 这个矿拆了 现在送你七十二人口 木尔的话我七十三人口 但是越到后面啊 五十人口以后 这个风德就没有那么强了啊 必须考大树 这没有大树敢硬撸吗 木尔的话后续 它是选择出龙神来的啊 没有出这个 齐美拉 或者是这个山岭巨人 上来 DH先把给你网了 你吹起来 剑上是赶紧加班加连 好可以的 练完这个点刚好啊 小外已经到五级了 五级之后 有三级舌棒 三级舌棒 这个叔叔打得就很舒服了 来来来 双方的话 这一波 又开始拉平操作了啊 狼奇继续切一下对方的恩德 我的群补先吃一下 抬一手 DH给狼奇各种网 现在剑上啊 对于DH没什么想法本来啊 这个DH确实有点烦 我剑上分身把你围起来 狼奇后面混合的切 对方的一个风格 好保存了DH 他可以在这里战斗能力不行 梦梦这一波确实没有大赢 你也打到后面 风德的作用就没有那么大了啊 那梦梦接下来要不要去转山里巨人呢 没有 还是出风德 出风德 加上金灵龙 嗯 龙神 好 这一波大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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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门神 确实很强 配合这个龙神 好大赢一开 哎 兽子表示你这在我面前开大赢吗 直接狼奇一个打断啊 打断完之后 DH又要开始打收割了呗 小Y现在的话身上没有蓝 然后这个团战不能打 先撤 智慧家 补点状态 剑身已经六级了啊 剑身六级 不过他并没有去升大招 他身的是三级的跳拼 就是三级的一个分身 哎呀 科多被对方给追掉了 这个狼奇好像也要被追掉啊 赶紧跑 好 蛇棒垫后 三级蛇棒还是有点劝退对手的 那SOY 现在SOY的话两个分框 主框踩完了 木龙的话主框也已经踩完 木龙现在几个分框 一个分框 两个分框 三个分框 四个分框 四框 打两框 哎 木龙的话这个资源优势还是比较的大啊 好 收拾这里的话 分身乏术 我直接让小狗公来造塔来拆你的框 来 木龙大部队过来拆一波 木龙DH 七点经验值 马上到六了 六级之后变大招 还是很吓人的啊 KOG 也是早早到了六级 好 六级了 哎 怎么直接就开大招了 这是操作失误吗 这团战还没有开 木龙的话 应该是点大招的时候 点了两下 直接把大招给开了 有点尴尬 好 我们看一下 哎 刚好对方送上门了 好 交个TP还可以用 这里松阴要不要走 松阴的话还是有点犹豫 哎 这里单传过来 单传过来 好 看一下你这个门绳 落单了 直接把你A了 木龙的话门绳好像要好好保护啊 靠风格在前面考是扛不住的 你来了 这里前后夹击一下吧 松阴一看都退了啊 对方的大招怎么那么早就开了 好 木龙继续追杀一下对方残血的单位 现在木龙78人口 对方的话是63人口 木龙的寸款还更多啊 1500 小金灵抱一下剑身的分身 剑身我再一次分身 哎 这里撤退到这里 好 松阴选的继续开框 自己的第三片分框啊 这里双方开始站路了 木龙这里没有门绳 不太好打啊 靠DH 我有这个DH 说实话 这一局啊 这个6GDH的排面也不高 老是被狼藉切得很难受 幸好有QG各种保存 剑身就不更不要说 这个6G剑身这个装备 哎呀 说出来都难看 好 三级舍望确实给力 那这一波搜影应该是可以把这个框给开出来 可惜啊 没有三本 只能慢慢造 如果有三本的话 迷你基地一扔 哎呀 爽歪歪啊 好 我们看一下这里 搜影继续出狼藉 各种暴郎旗 QG啊 只能够休息的时候放大招 团战的时候没有机会啊 对方各种打断 双6 现在场面上唯一没有排面的小歪啊 小歪没有到6 现在说你三级舍望很屌 但是你呢 你现在没有6级啊 好 看看兽子 马上也是三框 木龙的话 现在是四框 木龙还是领先啊 这里战争古术 把自己的分框给围起来 基本上每个分框啊 有两个战争古术 哇 这个搭配完美 现在木龙的话 两千多块钱存款了 准备干活 哎 他还是不出 他还是不出齐美拉 或者是山顶巨人啊 DH DH为什么洗点啊 没必要啊 你有闪避 有这个烈焰披风 是吧 你重新洗点 好像没什么必要 这一波的话 兽索又快来强冲了啊 小精灵赶紧把对方 萨满的状态给爆了 龙神的位置可以的啊 在树上各种垫对方 DH完全冲 现在六级大招 好没好 要不要开个六级大招 KOG的身上的话 有军补 有血瓶 有回尘 还是比较稳的啊 DH的话有个小无敌 这里松影就完全靠射棒来的 三级射棒 这个输出还是非常给力了 等一下 爪就会看一下DH 狼琴要不要往他一下 DH现金一开 哎 KOG的位置有点差了啊 两个英雄有点靠前 哦 KOGKOG 哇 这个掉血太快了啊 赶紧交TP 赶紧交TP 这不交可能就没了 好 直接原地挑P 这一局的话 KOG在这个框 好像已经TP好几次了啊 好 水棒的位置还可以 这里的话 摸继续空导具 双电我占了 嘿嘿 导具继续空 现在 哎呦 小Y还是没有到6啊 5.8级 打完这一波 Sony的话 局面也暂时稳住了啊 有三框在手 莫文的话 暂时是四框在手 哇 这个情况 双方差距就有点大了啊 莫文现在是2600 对方的话 30 这 差距有点大啊 好 我们看一下 目前的话 Sony想开自己的 第四片分框 有想法 这一季双方要变成啊 要把场面上的框 全部踩完吗 我必须不能让你 再把框给开出来了 强拆 尤其是受则 这个城房 城房是一塔一造 拿它真没办法 直接强拆 这里Sony 嘿 你去拆我分框 那我也去拆你 这一波剑圣 哎 小Y剑圣没有回城啊 还剩买个回城 这不买回城 万一被留下来 就有点难受 这里剑圣有钱吗 好 没有闲 我直接买无敌 没有回城啊 直接给我来强拆 现在这里有三个战争古术 哎 双方又要开始 拉好阵型 大战三百回合了 你这还是蛇棒差 蛇棒这个数字 还是比较给力 好 龙神 位置站好 垫一下对方 好 旁边找机会 又想切一下这个DH 吹吹吹吹吹 把你剑圣给吹起来 我让你真假 能吹就吹 DH 虽然剑圣的装备 六级剑圣 跳比赛172 但是 扛不住能多呀 DH还是扛不住 DH有个小无敌 有无敌在 可以 保存回家 先喝精神 然后再往直回来 KUG直接开大招 王旗 秒打断 哎呦 KUG赶紧叫无敌 差点被剑圣给切了 剑圣 加上分身 人数众多 收拾还是可观的 虽然说没有什么神装 DH又来了 又来了 DH井水一喝 满血满蓝 输出一波 这一波 瘦子还是要小心一点 先把石棒插好 慢慢推进 这一集双方就持久战了 除非分框是真的多啊 好 木木的话现在 一二三四 哦还是四框 对方的话 现在是三个分框 可以三框四框 好 两框